两个月后,祖地会再次打开,届时你可以出来,这两个月的时间,你好自为之。 大长老声音回荡时,孟浩已被那柔和之风涌着飞起,眨眼靠近了漩涡,他看着漩涡内的画面内心狂跳,更有一股追忆浮上心头。 他的身体瞬间与漩涡碰触,仿佛沉入水面一样,整个人消失在了漩涡里,随后这漩涡漠然一震,停止了转动,消散在了大殿中。 几乎在这漩涡消失的刹那,在这东盛星上,有九处区域同时爆发出了黑色的幽光。 那是九处镇法。 镇法内盘膝坐着,九个穿着黑色长袍,面无表情,满是阴冷的修饰。 这九人全身煞气极浓,仿佛死在他们手中之人以读弃其数。 若是孟浩在这里,一眼就能认出,他当年从南天星来到东盛星的途中,埋伏他与十九叔的那些人,与这九个黑衣人无论是衣着还是感觉,都一模一样。 他们盘膝坐在镇法内,此刻随着镇法的光芒散出,他们的身影在孟浩踏入祖地的同一时间,全部消失。 更是在他们消失的同时,方家祖宅地下深处,在东升之日因梦浩的神火本源从而苏醒的,那盘膝打坐的七个干枯的身影中穿着赤色长袍的老者,他的双眼默然睁开,露出了无尽的沧桑。 这小家伙儿,血脉很浓,是大哥那一脉的后人,应该也是家族这一带的天骄了。 老者轻声自语时,双眼突然一闪,刺感受到了那上百黑衣人的消失,他的目中炸出一抹寒芒。 有意思,居然有人敢违反族规,在家族中内斗,且把地点放在了祖地。 老者目中含义更浓。 六哥那一脉吗? 老者若有所思,皱起眉头,看向远处在一片漆黑的石窟内,盘膝打坐的第六个模糊身影。 这祖宅的地下世界中,连同他在内一共有七人,原本他应该是沉睡的,不会在这个年代苏醒。 按照家族的规矩,这一千年苏醒的是第六祖。 可东生之日,梦浩的神火本源引动了这老者的自身气息,使得他提前苏醒。 他原本要继续沉睡,可眼下却改变了主意。 六哥在神游,魂涂在身躯中。 老者沉默片刻,轻叹一些。 轮回觉,这门道法六哥已修到了极致,可值得吗? 老者闭上了眼,可在他闭目的一瞬,他的一缕神石却是无声无息地散出,与天地融合后形成了一缕神念。 寻着冥冥中的牵引,去了祖地。 天地轰鸣,有雷霆似要撕开苍穹,欲从云层后倾泻大地。 地面是褐色的,仿佛被鲜血渲染,放眼看去无边无际。 有荒草丛丛,伴随着地面的一道又一道裂缝,覆盖了不少的区域。 苍凉之意存在于天地之间,永恒不散。 远处有一处处废墟,更远的地方还有一座火山。 此刻正爆发出滚滚云烟。 时而的不知从何处会传来一两声惊人的嘶吼,阴如狂风,让八方震动。 这里他的神秘因曾经是先虚,这里他的庄严因如今是方家的祖地。 一代老祖葬在这里,其后还有一些族内的老祖,但凡是能踏入道径,作画后都在此地。 整个祖地是一个长条的弧形,越是向深处则越是危机重重。 而在入口的地方,在这褐色的大地上有两条山脉。 这两条山脉仿佛两条石龙,争容齐驱。 山脉之间有一条路,如同一线天,通往祖地内,仿佛是祖地的大门,可却没有真正的门,有的是一尊比山还要高的雕像。 这尊雕像仿佛与山脉融在了一起,不分彼此,通体漆黑,披着厚厚的铠甲,双手按在一把大剑上,沧桑无比。 此剑足有数十丈宽,刺入大地内,剑身有古老的符纹雕刻,古朴中更有让人看不明的深意蕴含。 雕像的双眼没有神采,使得雕像的本身也就没有了灵动,仿佛站在那里,只是守护祖地的摆设。 只是远远地看去,这尊雕像抬着头,孤独地遥望远处的天空,似在望苍穹的尽头,仿佛在等待着什么。 方家的族人但凡是来过祖地者,都知道这尊雕像。 传说中这尊雕像的来历神秘,是当年季节焕天夺取地久山海的那个年代,这尊雕像自行从星空中飞来的。 而后,方家将这尊雕像放在了这里,作为祖地的守护者。 甚至很多年前还有传言,这尊雕像不但守护祖地,也会守护整个方家的血脉。 可时间过去了太久太久,一切传说都烟消云散。 如今的方家,尽管每一代人里都有不少看到过这尊雕像,可还会想起那些缥缈的传说,只是也仅仅是传说罢了。 至于这尊雕像抬头,似等待的样子,也渐渐地被忽略了。 没有人知道,他为何会自行飞来方家,又在等待着什么。 在他身上有强者的气息散出,气息之强惊天动地,甚至在梦好看去,就算是大长老也都无法与这尊雕像比较。 到底有多强? 曾经的梦好他不知道,可如今的他看到这尊雕像时,他已明白,这是近乎于至尊的气息。 梦好站在两条山脉之间的大地上,他出现时,就在这里睁睁地看着那尊雕像。 他一动不动,沉默了。 他知道,这里对自己而言必定是一个杀局。 他明白,自己最好的选择是按照大长老给出的安排,放弃进入这里。 原本他也的确是打算这么做,可当他看到了漩涡内的画面中,祖地内的这尊巨大的雕像时,梦好内心起了惊天的轰鸣。 这轰鸣之强直接将他的心神淹没,仿佛拉着地回到了曾经的记忆里。 梦好身体微微颤抖,他的双眼露出深深的追忆,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前走去。 直至来到了这尊雕像的近前,站在了雕像的脚下时,梦好抬起右手,向着雕像触摸。 他的手在颤抖,与雕像碰触后,梦好的身体也在颤抖。 他缓缓地抬起头,看着比山高的雕像,身体慢慢地升空。 速度很慢,仿佛他要将雕像完完整整地,清清楚楚地放在脑海里。 直至飞到了雕像的头颅的面前,梦好看着雕像的双眼,他的目中流下了眼泪。 冰涌 梦好轻声喃喃,眼泪滑过脸颊,滴落下去。 他记忆里的冰勇本是一丈多高,但哪怕他如今变得如此庞大,梦好依旧能感受到自己与这冰勇之间的联系。 他之所以明明知道危险,可还是选择踏入阻地,正是因为这尊雕像。 在大殿中他看到漩涡内这尊雕像的瞬间,梦好无法置信,他怎么会忘记这尊雕像呢? 他怎么可能会忘记这尊雕像? 他怎么能忘记这尊雕像? 那是他的义父在妖仙古宗的第二个境界中于远古的虚幻里,柯云海为他亲手炼制的两具兵勇之一。 梦好这一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妖仙古宗内,他身为磕酒丝的那一生。 父亲! 梦好哭了,他颤抖着身体,看着面前的雕像,眼泪流下,妖仙古宗的一切记忆浮现在他的脑海里。 柯云海那严厉中带着慈祥的面拱,又一次出现在了梦好的面前。 当年那九十九声丧钟,似又回荡在了梦好的耳边。 他本以为这两个兵勇自己再也见不到了。 他寻找过,在妖仙古宗的第三个境界里,在那真实的世界中他没有找到。 梦好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,在这里,在方家的祖地,他居然看到了这尊雕像。 也唯有这柯云海当年知晓自身寿源不多,为梦好亲手炼制,希望能守护他一生的兵勇,才可以让梦好哪怕明知危险,也依旧毫不犹豫地踏入进来。 哪怕这里的危险程度再多无数倍,梦好也会不假思索地来临。 一切只因磕云海。 他在等什么? 这个问题,整个方家族人多少年来,一代又一代,无人知晓。 这一刻,梦好流着眼泪,望着雕像。 他明白,这尊雕像在等着自己,孤独地等待着自己,等了几万年。 而他之所以会自行地飞来方家,是因为当初梦好与这兵勇之间,是以他眉心的如魂之血作为牵引,使得梦好无论岁月过去多久,无论这雕像被谁获得,他都是雕像的第一主。 而在曾经的那段岁月里,梦好还没有出生,这尊雕像游荡在星空中,寻着血脉的指引,他找到了方家,找到了让他觉得熟悉的血脉之感,在这里默默地等待着。 这就是答案,这里只有一尊雕像,当年柯云海为梦好炼制的是两尊,另外一尊或许陨落在了岁月里,也或许存在了一个遥远的地方。 也如这尊雕像一样,在孤独地抬着头,等待梦好的到来。 时间慢慢流逝,梦好盘膝坐在了雕像的头上,抚摸雕像,他的神色里满是追忆,邀先古宗的一幕幕,让梦好的心弥漫了悲伤。 独物思人,看到雕像,他思念柯云海,思念那在远古的岁月里被自己称呼为父亲的那个身影。 在梦好坐在雕像上时,于这坊下的祖地内,在九处区域里虚无扭曲间,出现了九个黑衣人。 这些人出现之后,都立刻取出了一枚玉碱,感受玉碱内那种血脉的指引后,立刻化作长虹,急驰而去。 杀鸡在这祖地内腾腾而起,有一个黑衣人在取出玉碱后猛地抬头,眼中有杀鸡一闪。 他距离梦好那里最近,此刻毫不掩饰自己的修为,轰然爆发,化作长虹直奔玉碱直引的方向,刹那飞去。 修为散开,让云层翻滚,天地震动中,一股古镜的修为,漠然传出。 更是在这黑衣人的身后,出现了九盏灯火,木质台盏,青色火焰,巴燃一灭,环绕黑衣人四周,散出阵阵天地规则之力。 古镜又称古魂,根据仙境的积累,在突破踏入古镜时,可开至少九盏魂灯。 随着修为的高深,依次熄灭,每面一盏魂灯相当于一次生死考验。 当全部魂灯熄灭依旧不死后,就具备了踏入道镜的资格。 可太难了,魂灯越多,突破越难,死亡的可能性就更大。 可一样的,魂灯多者一旦成功,惊天动地。 甚至有的开启了十多盏魂灯之人,在熄灭魂灯的后期能与道镜一战。 在任何一个宗门家族内,能熄灭一盏魂灯者就是堪比长老的存在。 一跺脚都可以让四方震动,仅仅是这一个人就足以将孟昊斩杀。 可显然方秀山不放心,不知付出了多少代价,居然请了九个熄灭了一盏魂灯的古镜大能同时进来。 要在这里没有丝毫披露的,没有半点意外的将孟昊彻底灭绝。 半空中看不到天地尽头里有一个模糊的虚影,正站在那里,低头望着大地雕像上坐在那里的孟昊。 这虚影正是方家祖宅地下第七祖的神念。 他在观察孟昊,当看到孟昊坐在雕像上神色悲伤时,他愣了一下。 这小家伙在干什么? 孟昊默默地坐在雕像上,许久忽然抬头,看向远处的天空。 他看到了一道身影,四方滚了云层,如同一只利剑,正瞬间来临。 这身影的速度之快,气势之强,似能开天辟地。 那是一种孟昊无法对抗的志强,尤其是这身影深厚的,芭然一灭的九盏浑灯,更是散出荒谷之意,渲染苍穹。 孟昊瞳瞳瞳瞳瞳瞳,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浑灯,若有所思时,墓中的寒意却是更浓。 古镜修魂灯,古镜强者出现在祖地内。 方秀山,这就是你的杀鸡所在吗? 孟昊轻声喃喃,望着远古的天空,仿佛要被撕裂开来,那穿着黑色衣衫的强者越来越近,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掩饰,修为滔天而起,杀鸡惊动苍穹,一股风从天地传来, 掀起大地的尘土,吹不散苍凉,可却使得整个八方一片肃杀。 在看清这黑衣人的刹那,孟昊的墓中也有了杀鸡,他认出了这衣着还有这种感觉,想到了在星空中遇到的追杀。 我的猜测没有错,不想让我回到家族的正是方位那一脉。 孟昊神色平静,任凭狂风乱舞,吹动他的衣扇与头发,他依旧轻轻地抚摸着身下的雕像。 天空上第七组的神念画作的身影,此刻很是诧异。 孟昊在他眼中,面对一个即将到来的熄灭一盏魂灯的古镜强者居然如此的平静,这让第七组内心称奇。 看看这小家伙儿有什么杀手锏来化解这场杀戒。 第七组微微一笑,宁神看去,以打定主意,在孟昊即将死亡时,他会出手。 他来到这里倒也不是全因孟昊,而是为了那些违反族规之人。 天地呼啸,吉尺直奔孟昊而来的黑衣人是一个消瘦的中年男子,他目中平静,没有丝毫波澜起伏。 对他来说,击杀一个连仙都不是的小辈实在是太简单了。